大家好,感谢神艾典今天又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圣经的真理 我知道上个礼拜我的奖章会吓死好多人 但是我们看见我们还能够忍受圣经的真理,很难得 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各位 我们这个教会这里人不多,但是我们有圣经的真理 而且现在我们放在网上,我收到电子邮件 马来西亚有一个姐妹,她用我这个奖章 网章上面的奖章,她是地产经纪 她是地产公司,她自己有140个电子邮件的朋友 她把我的奖章就是一click,一拨就到140个地方 然后她常常有人在那边的教会,在那边教会那里 受洗,信耶稣受洗,得到永生 我感谢神的恩典 所以现在我那个网站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为主做见证 圣经的真理有时候是会诈心的 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彼得》讲第一篇道 基督教会开末典礼的时候 三千人就在诈心,当日立刻就受洗 教罪得赦本,领受所赐的圣灵 然后到了41、42节 他们就遵守,忠心的遵守使徒们的教训 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永生的生命 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永生的生命 是的,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永生的生命 他英文的就是永生就算了 Eternal Life,就是一个字 这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啊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 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信耶稣的名这种人 那常常有人呢,就要误解信耶稣的名 等一下我们会搞清楚啊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这些事情很清楚 我们信主耶稣名的人 能够知道自己有永生 只是有时候啊 我们想模糊自己的良心 所以不算清楚 许多教会这样应许 应许这些 只要你信耶稣的名 你就有永生 许多很苦骗 照我二十年在中国访问的经验呢 在中国所有教会都是这样 不过呢 最近我遇见黑龙江那边来的 已经有传到人在传 信而受洗罪才得受的 最近我奉献有人来这里啊 我问他你有没有信耶稣 他说有 那我说你以为自己得救吗 他说自己得救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因为我受洗 洗去我的罪了 我一听就啊 你知道这句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啊 黑龙江那边 黑龙江我只知道 哈比还有黑河 他其他那个城市 OK 总言之内 他们引用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他们是这样解释 凡接待他 就是信他名的人 信耶稣的名 这些人 神就 收他们为儿子 他们是 他们说这些经文呢 告诉我们 只要你信耶稣的名 你就是神的儿女 你就是神的儿女 那一定得救了 你接受 你信耶稣的名 你就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就得救了 但是如果你读清楚了 这件事情不是这样讲的 但是说啊 他就是他们权柄 你信耶稣的名 你有权柄 不是说你已经是神的儿女 他们没有读清楚 你都要过去就算了 所以福利乎徒 你信耶稣的名 你就得耶稣 就成为 很多人是信耶稣 都这样 呼过去就算了 然后呢 还有 约翰福音三章 十五到十六节 我现在因为放在网上 所以我把它搞清楚 叫一切信 他的都得永生 这个因为这两个字灯 是我把它纠正放进去的 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的 它英文圣经就有了 英文圣经十五十六节之间 有个for 它讲这里是十五节 in him may have eternal life 这是十五节 然后十六节 for God's all of the world 所以我把它准确翻译出来 这些信 他的都得永生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这些信他的 不是没有办法的永生 这些圣经也是这样讲 因为神爱我们 我们肯信耶稣的名 就得救了 他们都是这样讲的 传中国以前都是这样讲 但是我去中国的时候呢 我讲的就跟他们不相同 因为我要讲 马口是律商是律商 信额受洗必然得救 等一下我们会有的 所以我讲完道 都有一大群人围着我的 那究竟是你讲的对呢 还是他们这些牧师讲的对呢 我说 因为我不想惹麻烦 所以我说我不告诉你 你哪一张纸来 我写多一些经文 你自己回家去查考 希望他自己回家去查考 人家在这里 搞到这些人打架或者吵架 就不好了 所以我说我写经文 你们回家 所以他们立刻就排队 每一个人撕一张 临时弄到一张纸 就给我写 他们说这两件经文的意思是说 只要你信耶稣的名 你就有永生 就是这个意思吧 信死的人有永生 不信死的人得不就永生 神的整路神在他身上 这也是这样 三十六节 他们说这些经文简单清楚 只要你信耶稣就有永生了 这是一类也是常常用的 他们常常用 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 也是常常背的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也应兆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这是全世界 中国人都是这样传 他们说这两件经文的意思是 人的永生是神的恩赐 人不需要做任何工作 只要信 只要信耶稣的名就行了 因为我父的意思 是教一切见子而信的 得永生 耶稣自己也这样讲 并且在末日 我要加他复活 那是一定得救的 这些经文 所以如果我讲这些经文 跟他们一样 全世界都不会说服 他们说这两件 圣经的意思清楚 说一切见耶稣而信的人 看见耶稣信的人 就得永生了 你知道耶稣 信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吗 全世界没有想过这个题目 你信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 信耶稣的名你就得永生 但信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人搞的 信耶稣就是 哦 耶稣这个名哦 我信耶稣这个名呢 你就得救了 信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福音八章三西道四四节 这些我常常用的 叫你们清楚知道 耶稣称当时正在信耶稣的人是什么 鬼魔的儿女 非常清楚 耶稣清当时很多信耶稣的犹太人 而且是正在信耶稣的犹太人 说他们是鬼魔的儿子 OK 他们是信耶稣 但是在耶稣说他们是鬼魔的儿子 你可以自己读哈 这些经文我都研究很清楚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神修家 不管他是人文 英文 中文 什么文 都是 我都知道 所以我是特别查导清楚 因为感谢神恩典 我讲的道 我是在神面前 求神怜悯恩待 我讲的道 是要全世界 没有神修家 可以变 明白吗 不需要再重复 因为我要一次过 把它搞清楚 感谢神恩典 好像上次我在北京 我也是这样讲 一次过搞清楚 从今以后 没有人能够来中国再骗我们 我讲的很清楚 录像录音 很清楚 我说把我的录像 录音 留下来就行了 一次过 搞清楚 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叫你清楚知道 耶稣称那些 顶级信耶稣的人 我称为 这个顶级 是我讲的 顶级信耶稣的人 是作恶的人 他们顶级顶到什么地步呢 看神主 请小心看 彼得 等一下 我把它解释一点 给你看 你自己去读啊 你自己去赶鬼 还有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行许多艺能神迹吗 这是不是顶级信徒啊 如果今天 全世界任何地方 有个传道人 能够叫死人复活 能够奉约顺便赶鬼 你敢说 他不得救吗 你一定说 哇 这个神重用的仆人 一定是这样 世界上的人 就是这么糊涂 他们会说 这个神重用的仆人 你看到 他能够奉约顺便赶鬼 能够奉约顺便 行许多艺能 奉约顺便传道 但耶稣说什么 他们是作恶的人 清清楚楚 你自己读 一辈子 而且是一辈子 因为他们看见耶稣了 看见耶稣一定死掉了 你看见耶稣跟耶稣 在耶稣面前讲话 那一定是死掉了 肉体不在了 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清清楚楚 有一班犹太人 信耶稣的 耶稣说 他们鬼魔的儿子 这里呢 有这么多 顶级信耶稣的人 耶稣说 他们是作恶的人 不给他们上天国 请小心看 彼得怎样解释 信耶稣的名 是什么意思 信耶稣的名 就有什么意思 其实很简单 信耶稣的名 什么意思呢 你信耶稣的名 你就必遵守 耶稣的道 你必须遵守 耶稣的真理 你必须遵守 耶稣的话 现在你再去研究了 你就会得到 全世界头脑正常的研究 所以我常常说 头脑正常 因为很多人头脑不正常的 他们来到圣经的 无理无理的 算钱的 一分钱就算出来 我就是常常要搞他们争弱 他们对钱非常紧张 算钱他们一分都要搞 但是 讲圣经信耶稣的无理物 就就混过去了 所以你要小心 看信耶稣的名 什么意思 那些犹太人 他们信一事 信耶稣 而且正在信耶稣 耶稣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遵守耶稣的话 他们是信耶稣 但不遵守耶稣的话 所以耶稣说 你们是鬼魔的儿子 你们是撒旦的儿子 因为撒旦的意愿 撒旦的意思 你们遵循 我天父的意思 你们不遵循 很清楚 看喜多彼得怎么解释 彼得叫那些信耶稣的人 信了耶稣的人 信了耶稣的人 你们记得这是在使徒行传 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彼得对叫这些信耶稣人 要悔改奉耶稣基督人民受洗 叫罪得圣明 他们信了耶稣 彼得告诉他们 你们要悔改 要奉耶稣基督人民受洗 叫你们罪得圣明 就必领受所示的圣灵 他们听见这个话 主的大 他们就这样遵循 信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 遵循圣经的真理 遵循耶稣的话 如果你信耶稣的名 你不遵循耶稣的话 耶稣说你是撒旦的儿女 如果你信耶稣的名 你不遵循耶稣的话 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 哇 他们作这些恶啊 我会算好多的 领受他的话 意思领受他的话 听他的话 就受了洗 彼得说你们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人民受洗 他们就悔改奉耶稣基督人民受洗 那天有三千人 还有 韩西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聚会白饼 今天我们在里聚会白饼了 祷告 这就是主日崇拜了 使徒行传 受洗了以后的人 罪得圣灵 你受死的圣灵 要在教会里面 过基督徒的生活 请看 使徒保罗怎么解释了 信耶稣的名怎么解释 请你出场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从罪里得释放 罪得圣灵出来了 做了神的奴仆 清楚 以前是罪的奴仆 现在做了神的奴仆 奴仆是什么意思 主人的话 你必须听 古代有奴仆的制度的时候 奴仆不听主人的话 是要死的 要记得 我们从罪的奴仆 释放 不是自由 是什么 是成为神的奴仆 是成为义的奴仆 这是罗马书第六章 讲得很清楚 罗马书第六章 我常常这样说 告诉我自己 告诉我太太 告诉我认识我的人 神赐给我的不多 你不要以为我认识圣经很多 我认识圣经只够 我刚刚够 我今天可以传到 上帝赐给我的东西不多 但是上帝恩待我 给我有一点 我能够用 神给我的东西 明白 好像是在麦克风 上帝赐给我 借我的麦克风 他们现在一个插在这里 就行了 那我就会用 OK 那这个我也会用 上帝给我的不多 我只是会用 上帝给我的东西 现在你们 既从罪里都释放了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什么 橙色的果子 你按照神的旨意 神的话去做 那结局就是什么 永生 基地修主 圣经的 因为罪的功架 乃至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 乃至永生 永生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 经历修主 我们是罪得了师范 罪的奴仆 成为神的奴仆 成为神的奴仆 为什么成为神的奴仆 好过成为罪的奴仆呢 因为成为罪的奴仆 你要败坏 你要灭亡 你要腐坏 那成为神的奴仆呢 你会成圣 有成圣的果子 结果是永生 很清楚 OK 非常清楚 你是永生是因为你 信耶稣的名 听耶稣的话 遵循 忠心的遵循 然后呢 你成为圣洁 然后呢 结果 就是永生 很清楚的 请看耶稣的兄弟 雅各怎么解释 那我有彼得的解释 我有保罗的解释 我有耶稣的兄弟 雅各怎么样解释 这个书现在很厉害 他说我讲到什么 圣经解释圣经 这是最好的 圣经是自己能够自圆 其所的 请看耶稣的兄弟 雅各 这样看来 人称义 称义就是对永生的意思 称义了 没有罪了 是因着行为 不是当因着信 非常清楚 所以刚才我举了 好多经文 写出举出好多经文 传世界所有传道人 都在用的所有经文 这一句话就取消了 完全取消了 如果你单单讲那个 但是如果你刚刚讲 信耶稣的名什么意思 存信耶稣的话 就一样了 就相同了 就完全一样了 很清楚 我记得四十多年前 我在香港传道的时候 我开始求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真理的时候 就有好多传道人要挑战我 你这个年轻人无知 我们都不是这样 连你的校长也不这样讲 你有胆量 就来我们教会 讲罗马书 雅各书 一起讲 他挑战我讲罗马书 雅各书一起讲 为什么他以为我讲不通呢 因为他们以为 罗马书讲 因信称义 单信耶稣 你就得救 雅各书呢 这里说 不是单因性 你怎么解释 一个是单因性 一个是不是单因性 你怎么解释 现在很清楚 我一下子就可以告诉你 非常清楚 使诺保隆罗马书的因性 单因性 不是讲这个得不得救的问题 是讲已经得救了的人 要不要守摩西律法 要不要受戈律 全世界 罗马书 写罗马书的目的 没有人知道 来我搞出来 上列恩待我 罗马书不是像 世界上的人 产父应用的 是因为当代有异端 异端出来说 你们信而受洗 不得救 还要守摩西律法 还要受戈律 什么保罗说法 你们单单信耶稣就够了 单单信耶稣是一个代表 你们信耶稣就够了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够了 那是第十章 第九节 第六章已经讲了 已经讲了洗礼 他们无知糊涂 就来搞一个 你看 使徒保罗是耶稣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得救了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得救 那些什么 已经受了洗的人 教会里面 已经受洗得救了的人 然后这边的人来说 你们在教会里面 信而受洗 必然得救 不得救 是要守摩西律法 还要守 要受戈律 使徒保罗那句话是来 各位弟兄姐妹 你信而受洗 必然得救 听耶稣的话就够了 不需要再听摩西的 也不需要管 那些受戈律 受戈律是肉体的东西 现在我们是心灵里面 受戈律 罗马说 如果我要再讲 我会讲好久了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不是矛盾 雅各书也是 我们信耶稣 必须有好行为 如果你信了耶稣 没有听耶稣的话 你的信是死的 没有用 不是单约性 不是单约你嘴巴里面 信就算了 是讲信仰耶稣 应该必须有的生命表现 身体没有灵魂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很清楚 两个死 信耶稣 没有好行为 两样死 肉体死 灵魂也死 魂死 今天如果有信来了 你记得 人有三条命的 有灵 有魂 有肉体 三条命的 以后有机会 你再来问我清楚 好了 以下有一些项目 人可以自己检查了 主要书把得救人 放在什么地方 基督教会里面 全世界 没有人 能够变 使徒行算 第二章47节 罗马书 16章16节 我在说 上帝给我的不多 当然 恰恰够用 这两件 圣经合在一起 全世界 没有能够变 我就会把人 这样配起来 感谢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 自己把得救人 放在基督教会里面 你自己读 传是 上帝恩待我 我传到有个好处 名正言顺 你自己可以读 看见 小鱼 看见 没有人能够变 你要变去找保罗变 去找圣经变 不要找我变 我是把 好心 把圣经的道理 告诉你 有人不同意 不同意就算了 你是不同意神的话 不是不同意我的讲话 圣经你自己可以读 如果你读了 不清楚 那你就来 向我拜师咯 我这是 现实 不是骄傲 你现在参加 主族敬拜的教会 叫什么名字 圣经有没有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有一个老妇人 从罗马人打电话出来 他说 他的孙女 要来看他 他的孙女是在 Tennessee 基督教会里面的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基督教会 我是罗马普世教 我一辈子 只待着罗马普世教 即使我的儿子不翘 他竟然不去罗马普世教 要去基督教会 而且来这里 看我还要去找基督教会 哇 他讲 哇 这个老妇人厉害 我说 你是 你是意大利人吗 他说 是啊 那我知道了 我不乖你了 因为就是 义大利人不翘 把基督教会的名字改掉 他们叫 下地狱你知道吗 两倍第一次 他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我说 那你看看圣经有没有 普世教会 罗马普世教会 圣经有没有 他非常无知 他一时下着 我生气起来说 有 我饶恕他 不再搞了 我如果搞下去 我说 你的圣经也没有 他们的圣经 我也少会看过 OK 现在你参加 准备敬拜的教会 教程名字 圣经有没有 有就信 没有就不要信 如果你没有还要信 我上个礼拜讲的 两倍第一次死 不行正义的人 不能成为神的儿女 昨天有一个年轻人 三十二岁 我对三十二岁 有个很大的感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三十二岁 拿了熟识以后 在德州拿了熟识以后 我就不想做传道了 因为我去医术院 德州的医术院 我看看我那个 我有两百多个学分 够不够进他们的医术院 所以我很大的感触 但是神保守我要做传道人 他说他要去当兵 因为呢 当兵可以留在美国 我说 当兵是有个好处 不过呢 你三十二岁好像太老了 如果十八岁是最好的 他告诉我 为什么十八岁最好 三十二岁太老了 你三四年就可以住在美国吗 我说 如果你真正是为这个人 那行 但是呢 如果你有 现在有些年轻 我碰到有些年轻 他有常有的计划 十八岁高中毕业 去当兵 二十年出来 只有 十八二十三十八岁 出来 正好 再去读书 你做什么都行 我碰到好几个 不是 最近 因为最近 去年四月 在加州碰到一个 这个我是最喜欢的 他说 我还有一年不到 我就会从军队里面推出出来 我十八岁去当兵 现在三十八岁 我可以二十年出来 什么都搞定 物体生活什么都搞定 你明白我意思吗 搞定什么意思 不需要担心生活 也不需要担心医药 保险等等 政府都 OK了 我要去传道 我当海军 去过世界好多地方 所以我要去世界好多地方 专心去传道 这是最好的 但是呢 我劝他 你是中国人 你是当兵很危险的 你要考虑 他说危险的吗 我说 因为你是中国人 当兵的人呢 通常都是十八岁 好像你这样 十八岁 他们十八岁的人 没有道德修养 你霸凌 不理 欺负你中国人 去年才有一个 给他们欺负到自杀 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小心 OK 我们不搞这个 不行正义 全世界 全世界听清楚啊 不管你怎么信耶稣 不管你天天祷告 禁食24小时不吃饭 跪在那里祷告 流泪痛苦 如果你不行正义 你不是神的而已 我不管你 表现多诚诚诚 如果你不行正义 你就没有永生 身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 最有资格讲这个话 全欧洲 没有一个国家 行正义 所以没有个国家 实行耶稣的 我讲的 传欧洲 有历史现实 只是 上个礼 前几天 那个老妇人 她连历史都不算了 连历史她都不管的 她已经老服 都造成地固 没有办法了 因为人称是神的儿女 而不行正义 就是两倍第一次子 死定了 没得救 我下面还有简单 感谢神人点 我最近的 管管而来 我今天早上又在写 管管而来 哇 你不要管 我时间不多了 上帝要我 赶快把这篇写下来 OK 你不要奇怪 我常常在想 我家来有一天 我突然间没有的了 OK 感谢神 常常带领我们 在基督里夸胜 并且接着我们 在过次显扬 那因认识 基督而有的详细 你信耶稣 你信耶稣 遵行神的话 你一出现 人家不敢讲真话 你的办公室 没有人大声吵架 你有没有这种的香气 在社会生活 有没有这种影响 我要看快一点 你读得快 OK 我忘了 对不起 我忘了 你必须读英文 OK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人身上 在灭完人身上 都有基督的香气 人家一看见我 我劝你们 那么迟到一定要改 你去教会 三班什么地方 你一迟到 人家就把你的印象 减低一半了 这个人迟到了 千万不要迟到 这是第一印象 特别是 在工作上面 在什么地方 千万不要迟到 迟到对人的第一印象 非常重要 我是一辈子最讨厌迟到的 我是一辈子都不要迟到 感谢神恩典 这是第一印象非常要求 我们都要有基督的香气 基督的香气 是什么意思 我到了地方 没有人胆敢 在我面前 做坏事情 感谢神恩典 现在我已经 我已经把香港放弃了 以前开始的时候 我还有时候 去中国 经过香港 待一两天 他们跟聚会 我们一起 旧的朋友 同学聚会 我常常听见有人 轻轻地说 曹某人在这里了 不要讲打麻将 曹某人来了 不要讲喝酒 明白吗 哈雷明白吗 信耶稣人来了 不要提我们喝酒 信耶稣人来了 不要讲信念 听耶稣人来了 不要讲脏话 对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点着他们的闭口 你看 你讲脏话 你败坏到讲脏话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信耶稣 你听见我讲脏话吗 我没有 因为我信耶稣 所以你要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呢 不争气 他们最怕我这个句话 你不信耶稣 不争气 听过人家说吗 没有啊 那你听得听见啊 我胆敢 对着他们这样讲话的 感谢神人 就是基督的相信 人家在我面前 不敢迟到 他们也是为着尊敬他自己 自尊心 明白吗 自尊心 这的人就做了 对这在这的人 就要死了相亲 叫他死 躲到远远的 这是最安全的生活方法 最安全的生活方式 那些最邪恶的人 一看见你 一听见你 他就跑掉了 你还不安全吗 是很安全的 所以为什么 我这样讲道 讲了五十多年 OK 感谢神的你 那当然人就做了活的消息 叫他活 叫他活的不多 OK 感谢神的你 现在我晚上 现在我晚上叫了很多人活 人必须将以下两件经文 谨记在心 再一次提醒你 恒心形上寻求荣耀尊贵 我不能求万之父 永生报答他们 他英文这个字非常好 Im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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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istent 恒心 常常追求 Doing good Seat glory 寻求荣耀 还有 尊贵 然后呢 Immortality 他是有 永生 我们有一句话 有志者 是几成 你必须有心智 要追求 你没有心智 没有决心 办妥 会 也没有什么用 他英文也有 If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ill 也是一样的意思 顺着情欲 杀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有很多人 早上 为什么迟到呢 顺从情欲 这很清楚的 为什么 他睡觉 睡觉是什么东西 肉体 那是一定对的 没有人能够变的 睡过头了 睡到太迟了 起不来了 肉体太累了 肉体管得不好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杀种 必从圣灵 收永生的生命 很清楚 你按照神的旨意 圣经的教训 生活 你就得永生 不是单单嘴巴里面 说信耶稣 耶稣会说 我不敢说 我说 我是说 耶稣会说 你是作物的人 耶稣会说 你是撒旦的儿子 还有 我现在会加多一句 根据圣经 是两倍 第一次 为什么两倍呢 很简单 你身为人家 知道你是信耶稣的 你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教会的 你站出来 你不像样 人家不单 鄙视你 还鄙视上帝 这时候以后 那个讲章 神 我们人是神 照祂的形象 为祂的荣耀 而创造的 神 我们人 这是创世纪一章 二十六节 十六十七节 那边告诉我们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 为神的荣耀 而创造的 现在很多人 羞辱神的荣耀 所以非常不好 愿主赐福保守各位 再讲很清楚 还有一两分钟 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但是千万不要人家骗你 不要受骗 你当然信耶稣的名 你就得永生 你要明白 信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 信耶稣的名 他意思是说 你要遵循耶稣的道 遵循耶稣的话 如果你不遵循你的话 你就不要说 你信耶稣 如果你不遵循耶稣的话 你说信耶稣 现在我讲得你清楚 就是两辈子 第一次主 为什么两辈呢 因为你骗自己 羞辱神的荣耀 很清楚 感谢神 愿主赐福各位 啊 信耶稣的名称 啊 信耶稣的名称